新泽西的麻辣汤自助怎么样 值不值得推荐给您 大家好 我是老月 我也是听朋友推荐 才知道这家店的 它这名字也挺有意思 是个谐音 麻辣汤 这家店其实就是在新泽西 Edison的27号公路旁边 它离Hmart只有1 4英里 非常近 既然没吃过 今天我就一定要来尝一尝 看看它到底怎么样 好不好 值不值得推荐给大家 那视频开始之前请订阅老月的频道 点击视频叫做小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我们进去吧 进来先纠正一下我的错误 我以为它是自助 然后服务员过来告诉我 它是按棒来称重的 不是随便吃 它这个自助不是自助餐的意思 而是说 你要自己来称这个东西 拿这个盆你装多少 一棒是15美元 你按多少重量来算钱 而且是先结账 这牛腊我喜欢 你挖腿的肉非常多 而且很嫩 这个应该就是肥牛 它的肥肉比较多 好久没吃方便面了 这一吃还挺好吃的 今天是星期一 5点钟来 这个店里还没有客人 我们算是独一份了 我这一盆是两磅是吗 我这是两磅重 按说就是30美元了 它一称重 后面它给你弄 然后你就自己在那等着就行了 它这汤里有冒菜 这叫大辣 还有麻辣拌 牛骨汤 我就来一个最辣的 它这个是鲜结账 所以按你充的重量 我刚才正好2.01磅 15美元一磅 我这个是30美元 儿子这个大概是2.3 所以是36美元 我们俩加在一起是66.9美元 我给了它12%的小费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自己拿 然后它帮你操作一下 做一下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要给一些小费的 但不用给那么多 这种形式还是不错的 最后我们一共花了80美元 跟我一进来之前想象的自助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自己干活 这个自助 它这有茉莉茶和冰水 也是属于自己拿的 然后调料是自己调 这边应该是有芝麻酱 沙茶酱等等 自己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一个调料 都有蚝油醋 这是儿子挑的牛骨微辣的汤 盆是不小的 东西是自己挑的 有午餐肉 有一些肥牛 没什么特殊的 我觉得这比较普通 大家看我这个拳头 所以它这个锅 大概有8个拳头这么大 锅是不小的 但是东西是自己拿的 价钱也是自己来算的 要吃麻辣烫 我的想象中是一定要吃辣的 所以看我这一锅 还是蛮多的 我感觉这个不是很辣 儿子那个它是比较适中的 它很淡 我这个应该还是有点麻辣的 我的调料也主打是一个混搭 芝麻酱为主 其他加了很多的东西 其实麻辣烫里面已经有滋味了 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调料的 我理解的麻辣烫 都是拿串穿的那种 再一个火锅 其实它这个店 就完全是没有串 你自己挑了 它给你做一锅 其实就是火锅 但是我看着还是挺诱人的 这是我挑的肥牛 这肉吃的还挺不错的 但是我这个还是比较辣的 穿味的 三个辣椒的 还是有点辣 我觉得挺合适的 看看我这牛蛙怎么样 煮的还是很烂的 直接掉了 它这的东西还是比较新鲜的 我们刚才看了 从厨房往外端 它每次备的量不是那么多 所以东西还是蛮新鲜的 这牛蛙我喜欢 牛蛙腿的肉非常多 而且很嫩 这牛蛙腿我喜欢 非常不错 这是儿子点的鱿鱼 我是没有点的 我们俩点的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看这颜色 就明显不一样了 这个应该是河牛 它所谓的河牛 肥肉比较少 因为它煮的时间比较长 肯定就没有那么嫩了 我再给大家看看肥牛 看看 这个应该就是肥牛 它的肥肉比较多 我还是先吃 肥牛我刚才吃了 蛮不错的 这个应该是羊肉 刚才河牛是一片能看出来 肥牛也很明确 这个羊肉也是一卷一卷的 煮出来以后还是好区分的 也不错 我觉得羊肉味也还可以 它这个店不是非常大 但是里面还是很干净的 我们来吃饭的时候 人也不多 所以很清净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是河牛 它写的是河牛 但你想想在这种店里 15美元一磅 所以它不可能是真正的 那种好的河牛 它切的也比较厚 反正还不错 能吃吧 这个是小酥肉 我感觉小酥肉放在这里煮 就有点过了 它已经没有那个劲 小酥肉不难吃吧 它这个相当于在火锅里煮了半天了 所以已经比较软了 没有那个口感 儿子要尝尝我的牛蛙 我觉得这牛蛙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我拿少了 这个是莫斗鱼 我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这种麻辣烫 或者小火锅里的 吃海鲜 我觉得一般 像我吃这些莫斗鱼 它就是中规中矩 这种海鲜还是吃新鲜的 怎么能生吃才好 那这莫斗鱼呢 这么一帅 反正肉呢 就偏死 但是呢 也可以吃 我这个是出钱一兵 我说这个就是自制的火鸡面 因为我这是麻辣的 看看怎么样 儿子告诉我说 别蘸了 别蘸这料了 直接吃 这个方便面煮的非常烂 根本不用怎么嚼 就进去了 还挺好吃的 因为它放在这个小火锅里 煮了半天了 已经入味了 挺不错 好久没吃方便面了 这一吃还挺好吃的 基本上吃了一圈了 我觉得这个牛蛙是非常好的 可以推荐的 然后肥牛也不错 牛蛙的肉特别多 而且还很嫩 这是它们的青菜 种类啊 我觉得是非常多的 其实它上面呢 也标着这个 叫什么呢 比如说有上海青 同浩 菠菜 那总体上我觉得啊 这个店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里面啊 是根据你自己的口味来调 比如它这个锅子 有五种味道 你自己喜欢什么的 辣的不辣的 是芝麻酱的还是什么的 调料呢 也自己来调 然后它这个吃的里头呢 我觉得面条 方便面非常好 这个大家一定要点 另外呢 牛蛙和这个肥牛 我是比较喜欢的 尤其是牛蛙的这个肉 还是蛮多的啊 其他像羊肉啊 和牛啊 这些都还可以啊 另外海鲜类呢 就看大家个人的爱好吧 因为这种麻辣锅呢 我是习惯于吃肉的啊 但是也提醒大家啊 这一进来给你一盆 你别掩大肚小 因为最后是按重量来撑的 交钱 你别上来拿好多菜 然后什么肉都想来 那你肯定就超重了 像我今天这个是两磅 我吃的啊 已经足够了 而且略微有点撑 儿子这一盆呢 是2.3磅 他也饱了 所以大家记住啊 你没称重之前 你不知道它是重量有多少 所以拿的时候要慎重 这个呢是罗马生菜 然后大白菜 还有豆苗 再往这边呢 有香菜 西兰花 杏鲍菇 往这边呢 有竹笋 土豆片 山药 还有磅 还有莴笋啊 鲍鱼蛋啊 木耳啊 海带丝啊 藕片 种类是非常多的啊 凭我的感觉来拿一些菜吧 先来几个鲍鱼蛋 最起码也得来四个吧 我肯定是吃辣的啊 这个杏鲍菇呢 来两个 然后豆苗来一些 其他东西啊 因为这个蔬菜 我觉得放到辣的汤里头 时间长了 肯定太辣 就不能多吃 这里面的品种是真多 这边还是一些蘑菇 然后有一些肉类 这个是青口 这个是小章鱼 然后前面还有这种福州的鱼丸 鱼皮角 鱼翅丸 墨鱼仔 鱿鱼花 很多很多 这边还有很多的虾和各种鱼丸 这边还有牛筋丸和龙虾丸 包括这个豹汁贡丸 它叫做海鲜 我还是要少吃点 我还是多吃肉 这个小章鱼来点 鱼皮角 我试试 还有这种鱼丸 小酥肉应该是不错的 还有这个牛筋丸 现在是它的肉类 它说这个是和牛 切的比较厚 我觉得应该是肥牛好吃一点 这个是肥牛 旁边是羊肉 这个是羊肉 羊肉多来点 这边还有鲁牛腱 牛筋 最远处是牛筋 然后还有黑鱼片 这个是 然后这里面还有牛蛙和黄猴 百叶 看看这个牛蛙腿怎么样 我得来两个 这边还有鲁大肠 午餐肉 包括腊肠 哈尔滨红肠 我来点腊肠吧 这边有各种的豆制品 还有一些主食 包括方便面 煎鸡蛋 各种的粉条 红薯 这边是豆制品 油条也有 还有年糕 他们的餐具还挺有意思的 小铜盆 小铜勺 然后底下一个木头的托盘 吃到最后 我觉得两磅对于我来说有点多 我吃一磅半 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儿子是2.3磅 他是正合适的 然后我这个辣度是川沫的 我是他这里的最辣的 我觉得辣度对于我来说 还比较合适 适中 但是蔬菜放到最后 它就比较辣了 我就有点吃不下去了 但是面条这些肉都还挺好 所以总体上 我觉得这家店还是相当不错的 店面很干净 然后也比较精致 这个味道自己来调 味道八九不离十 还不错 所以也是比较推荐大家来试一试的 它是按重量来腰 半自助食 所以还是可以的 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观看 拜拜